你好,我是雅蒂斯 这是释放完美主义冥想 本篇由Diris艺术家早晨授权的翻译冥想 专为创作者们或任何内在深处渴望表达的人们设计的冥想 协助你释放过度的完美期望 重新找回你自己的声音及创作的动力 当你失去动力 事实上是有太多的声音和期待被放置在你的生命之中 今天我们需要开始探索 看看这些期待 也许,只是也许 在你的生活中是否有某些你准备好放下 并愿意放下某些不再服务你的期望 当我们开始冥想时 请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让自己安顿下来 你可以坐着或是躺着 如果你的眼睛还是睁开 现在邀请你轻轻地闭上它们 将你的意识带到你与你桌围、床、地板接触的任何部位 感受到你自身的重量 感受到你自身的重量 你受到很好的支持 在这个地方 你被安全地承接着 现在让意识慢慢地 关注你自己的内心 吸气 呼气 留意到你胸部的起伏 以你的节奏 自然地呼吸 当你呼吸时 将意识带到你的身体 感受气息 进入了你的鼻腔 进入喉咙 胸部、腹部 感受到你自身的重量 感受到这些气息 进入你的身体 只需要留意 并观察 感受到 呼吸 放松 放松 进入深深的放松之中 每次吸气 呼气 都越来越平静 每次呼吸都变得更深 更长 有时你会感受到 我们的日子和生活 有很多沉重的负担 让我们感到疲倦 一种使我们难以保持专注和灵感的沉重 造成这些沉重的原因有很多 但今天我们在冥想中来探讨一种原因 那就是期望 我们内在被赋予了大量的期望 它逐渐的一层又一层的累积堆积 在我们的心中成为了沉重的负担 现在让自己进入一个内在小小的旅行 穿越时空 在过程中持续地呼吸 放松 想象象你自己是一个孩子 大约四五岁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这是我们第一次感受到被价值衡量的概念 此时的你 正被告知 世界会衡量我们 我们有多少价值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 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是我们开始接受教育 和被要求完美的时刻 我们在学校被告知要做到一百分 一百分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成绩 这种提醒可能是温和的 也可能不是 同时我们被告知 当你接近一百分 你就会拥有更多的爱和成功 想想当时作为小小的你 当你每每接近一百分 你获得了什么 我们被这样教育出来 在运动场上 他们中有一个标准 完美的标准 以及高分的比赛 这种对于高标 完美生活的概念种子 进入了你生命中许多地方 如何做一个人 如何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标准 现在花一点时间 重新感受一下这个问题 亲爱的创作者们 如果你不需要完美 你会创造什么 没关系 慢慢来 让自己深呼吸 吸气 呼气 放松 感受一下 深深地进入你的内心 问自己 如果你不需要完美 你会怎么表达 或许你被告知 很多期望 但这些期望 都让他们放下 透过呼吸 让期望离去 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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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气 放下期望 放下期望 放手 让期望离去 中处 将 这个问题 深根 于 你的心中 如果 你不必完美 吸气 你会创造什么 呼气 放下过度完美的概念 你知道的 有一些完美并不真实 只是好多地方 好多人 给我们的过度期待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 他却被我们许可来绑住自己 这没有必要 那些只是我们执着的标准 一个每次我们都失败的标准 一个搞不可攀 不可能 甚至带给你枯竭和筋疲力尽的标准 你认出来了吗 那个标准是什么 现在 也许 只是也许 你愿意放手吗 感受一下 当你放手之后 感觉是什么 你带回来了快乐 玩耍 放松 这为你的生命 这为你的生命 你的灵感 你的动力 创作都腾出了新的空间 如果不需要完美 你会创造什么 你的生活中 有什么东西 可以帮助你 做更好的表达出真实的你 有一些人会透过一顿饭 或一首歌来表达自己 有些人会开始作画 或创作影片 写一篇文章 来表达更多关于自己 或者你要为你的生命 展开什么样的新色彩 这是这个冥想最后的问题 感受一下 如果你不需要完美 你会是谁 所有亲爱的创作者们 或许此刻的你没有答案 或者隐约有一些模糊的答案 这都没有关系 你仍然不必在此刻完美 只需要把这个问题 放在你的心中 你一定会得到 每个当下 你所需要的答案 今天的冥想到了为生 等你准备好 慢慢地让自己的意识 回到当下 祝福你 我是雅蒂斯 我会不会有关系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